你好 欢迎收看5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惠 花莲县政府下午召开访议记者会 今天新增1259例确诊 目前住院107人 居家照护6192人 政府呼吁民众未来确诊如有病况变化 呼吁尽快就医 卫生局在了解情况后也会取消罢款 花莲县今天新增1259例确诊 目前花莲县卫生单位也已经开始进行 乡镇巡回接种疫苗的作业 花莲目前也有八家医院可以做PCR量能的检测 以累积检测数为15845次 并且对于确诊者的病情变化时 也将就医疗的交通方式来放宽 而电子围离的规范在了解确诊个案的病况后 也会取消相关的罚缓 记得对居家隔离者他原来有电子围离 先把电子围离拿掉 所以居家隔离者既然没有电子围离的圈绑的话 如果居家隔离者任何的医疗需求 他就可以直接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诊查跟治疗 那我们现在电子围离的对象是在确诊者的居家照护 以及从国外回来的居家检疫 但是这两类的人 如果说是你一旦身体有一些变化 你身体有一些变化 那你需要做医疗的检查跟治疗的时候 其实除了用119叫救务测之外 除了用防疫健身叫车到医院之外 其实你可以自行前往 记得可以自行前往 或是亲友来接受 千万不要因为你身体疾病有了任何变化之后 你在家等待 等待防疫健身等待119 或是你要打电话点卫生局 那一直打不通 结果使你的病情也受到一些延误 这样子真的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居家照护者或居家检疫者 身体一旦有任何的变化 尤其是有一些重症的现象出现 比如说开始有胸痛 有气 有这个呼吸困难 甚至有一些高烧不退 有精卵的等等现象的时候 请你立刻打119 或者说甚至家人立刻送医 千万不要在家等待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